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思考节目 你以为你已经了解所有关于这个话题的资讯了吗? 今天,我们将揭开那些被你忽视的细节,挑战你的认知,让你重新审视你所知道的一切 我们会深入探讨,提出挑战性的问题,甚至可能颠覆你的既有观念 准备好面对这场思想风暴了吗?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点点思考 今天,我们将带您探讨一篇近期在纽约时报上引起广泛讨论的文章 这篇文章深入分析了全球气候变化对各国经济,特别是农业领域的深远影响 并探讨了各国应对这一挑战的策略 文章首先描述了气候变化对农业的直接影响 随着全球气温的不断升高,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发生了显著变化 比如,曾经是和某些特定作物生长的季节和区域 现在可能完全不在事宜 这导致了粮食产量的不稳定和某些地区的粮食危机 作者以南亚和非洲部分地区为例 指出,由于极端气候事件频发 这些地方的农作物产量大幅下降 进而对当地经济和粮食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接下来,文章讨论了气候变化对经济的间接影响 农业作为许多国家的主要经济支柱 任何产量上的波动都会对整个经济体系产生连锁反应 作者特别提到,气候不稳定不仅影响农民的收入 还会增加政府的支出压力 因为政府需要投入更多资源来应对自然灾害和粮食短缺问题 此外,气候变化带来的不稳定性还会影响到全球贸易体系 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加剧 全球市场动荡不安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文章介绍了各国采取的不同策略 发达国家通常依靠科技和创新来缓解气候变化的影响 例如,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 通过基因工程和先进农业技术 提高农作物的抗旱抗寒能力 而在发展中国家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则更倾向于 推行可持续农业和社区支持项目 以增强当地农民的抗风险能力 文章还特别强调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因为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应对 作者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 共同制定和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策略 包括资金援助、技术转移和经验分享等方面 文章认为,只有通过全球共同努力 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 对农业和经济的多重冲击 现在,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 深入分析和评论这篇文章 所提到的主要背景、内容和观点 首先,从科学角度来看 文章详细描述了 气候变化对农业的直接影响 这是有坚实科学根据的 研究显示,气温升高和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 确实对农作物生长带来巨大挑战 这不仅影响植物的生长周期 还会导致病虫害的增加 使农作物面临更大风险 对于农民而言 传统的种植方法已经无法应对这些变化 它们迫切需要新的技术和方法 来适应新的气候环境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文章提到的气候变化对国家经济的间接影响 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业不仅是粮食供应的基础 也是许多国家经济的命脉 特别是在一些依赖农业出口的国家 农作物产量的不稳定 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外汇收入和经济稳定 此外,气候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 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迫使政府在自然灾害应对和粮食安全保障方面 投入更多资源 这些都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构成了长期挑战 从政策角度来看 文章介绍了各国的应对策略 科技创新在发达国家的应用 无意为农业抗击气候变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基因编辑技术和智能农业设备的应用 已经显著提高了农作物的抗逆性和生产效率 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科技手段的普及和应用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因此,国际合作和援助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资金援助、技术转移和经验分享 发达国家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农业生产能力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 文章提到的国际合作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 这不仅需要各国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上达成共识 还需要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任何国家单独行动都难以取得显著成效 通过加强国际合作 各国可以共同制定更加科学和可行的全球应对策略 最大程度地缓解气候变化对农业和经济的影响 最后 从社会角度来看 文章强调的社区支持项目和可持续农业理念 体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基层社区和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 他们的积极参与和适应能力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 通过推行可持续农业和社区支持项目 可以增强农民的抗风险能力 提高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 这不仅有助于缓解粮食危机 还有助于改善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综上所述 这篇文章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了气候变化对农业和经济的影响 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 他提醒我们 气候变化是一个复杂而紧迫的问题 需要全球共同努力 综合实测 作为一个全球性挑战 气候变化不仅涉及科学技术 还涉及经济 政策 国际关系和社会等多个领域 只有通过加强合作 共享资源和经验 才能有效应对这一挑战 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和经济稳定 今天的点点思考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让我们一起关注气候变化 关注我们的未来 下期节目 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麻将 麻将是一种起源于中国的传统牌类游戏 通常由四个玩家进行 游戏使用一副特制的麻将牌 共计144张 某些地区和规则下 牌数可能会有所不同 这些牌主要分为饼牌 条牌 万牌 字牌和花牌五中类型 麻将的目标是通过摸牌 吃牌 碰牌和杠牌等方式 凑成规定的牌型 以达到和牌 及胡牌的目的 麻将的起源有多种说法 但普遍认为 它是在清朝时期发展起来的 并在20世纪初期 逐渐流行于中国社会各阶层 此后 随着华人移民的迁徙 麻将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尤其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成为了广受欢迎的娱乐活动 不同地区对麻将规则 有各自的变化 例如中国大陆 香港 台湾 日本和韩国等地 都有各自特色的规则和玩法 麻将游戏通常以顺序轮流进行 每位玩家轮流摸牌 并在适当的时候打出一张牌 当某位玩家手中的牌组合 得达到了某种规定的牌型 如清一色 七对等 十 就可以宣告狐牌 并根据当前的规则进行计分 计分方式根据地区和规则的不同 而有所不同 但基本原则是根据和牌的难度 和复杂程度来计算点数 麻将不仅仅是一种游戏 它在很多文化中 还承载着社交和休闲的功能 尤其是在中国 麻将桌经常成为家庭聚会 和朋友相聚时的重要活动 此外 麻将也被认为有助于增强记忆力和策略思维 并且在某些地区 麻将比赛甚至被提升到体育竞技的层面 有各种麻将竞赛和联赛 根据不同的统计数据 麻将的受欢迎程度 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数字来反映 例如 在中国 麻将被认为是最受欢迎的传统游戏之一 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参与麻将游戏 麻将的全球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例如 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地区 社区活动和麻将俱乐部越来越多 甚至有专门的麻将博物馆和文化展览 来介绍这一传统游戏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今天我要讨论的是 为什么世界应该大力推广素食 首先 素食对环境的影响远比肉食小 根据联合国的一项研究 牲畜产业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 全球总量的18% 这比所有交通运输工具排放的总和还多 吃素不仅可以减少碳足迹 还能节省大量的水资源 楚天书 你的观点真是有趣 不过 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吃肉并非那么糟糕 首先 人类自远古时代就开始狩猎并食用肉类 这是我们进化的一部分 若要全面推广素食 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 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指出 某些维生素和矿物质 如比12合铁 主要来自动物产品 没有这些 我们会变成没力气的现代人 连健身房里的哑铃都举不起来 谢琪琪 说得好像我们会马上退化成血居人似的 其实 随着科技进步 现在市场上已经有很多植物性替代品 可以提供所需的营养 例如 综合维生素补充剂和富含蛋白质的植物 如豆类和藜麦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再说了 古人还没有电脑和手机 难道我们也要回到石器时代不成 哦 楚天说 我是说你也别忘了 素食也有它的问题 像是豆类和藜麦种植过度 会导致土壤退化和生态失衡 而且 这些作物的种植 还需要大量的农药和化肥 根据一项研究 每年因农药中毒而死亡的农民人数高达20万 所以说 素食也不见得就那么环保啊 谢琪琪 我得说你的这些数据真是让人吃惊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找到更为可持续的种植方式 例如 推广有机农业和使用生物多样性的方法 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再者 动物农业对水资源的消耗可是惊人的 举个例子 生产一公斤牛肉需要两万多公升的水 这相当于一个普通人一年的洗澡用水量 相比之下 植物性饮食可节省大量的水资源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